露酒区已经很有名的火锅店 除了有上东特别国用新的黑酸汤底 各种食材也是摇着在台湾国内的竞争出来 无论是肉还是海鲜 都受到没做消费者的家义 直到用餐的时间 在露酒区的鸳鸯锅店就开始有纯纯的香气 除了受到消费者和它的麻辣锅 还有这个上东特别的黑酸汤底 是摇着记忆的好口味 大部分的养生汤都是白汤 那因为我们是云人的关系 所以小时候喝过外婆 就是把我们煮的黑蒜汤 觉得真的不错 有它的营养价值在 而且也是一个特色 才会特别去研发这个汤 它是用整颗白蒜下去 去做高温高湿热发酵以后 变得导致成了整个黑黑的色 然后它会去除它原本 蒜头该有的辛辣味 所以它喝起来完全没有蒜头的味道 只有一种淡淡的氨基酸的甜味 那它对身体非常的健康 对人体非常的好 这边的东西其实就是新鲜 然后食材新鲜 然后而且它的汤头其实蛮特别的 像它有黑蒜 就是外面其实比较少见 对 然后它对身体其实还不错 对 所以我就想要带一家人来 一起在那边吃这样子 虽然是吃到百分的火锅店 但是仍然提供的各种食材 一点也没吃饭 尤其在食安方不尽量 仍然仍然仍然提供原块肉 只有自己家吃 才可以让消费者来享用 我们自己在经营餐厅的理念上是 我自己敢吃的 我认为没有疑虑的 我才会拿出来卖给消费者 所以我坚持使用原 就是原块肉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不是所有的店家 或是所有的消费者 都那么专业可以判断说 哪块肉好或不好 但我至少给你是原块肉 它至少在健康上是安全无虑的 它的食材啊 每个我都觉得说 都蛮新鲜的 吃起来就跟外面可能点的那种 尤其像火锅料啊 比较不会说像 好像外面就埋得到的那种感觉 另外包括烧鲑鱼 蝦子硬硬的海鲜 在这里是环麦孙 娃娃菜的这些芝菜 都是要吃到果子的 真心竞争 让不少消费者的感觉 就算带小朋友来吃也很安心 特别的海鲜 当然就是我们的白鲜 跟我们的小卷 那因为我们的小卷是东北角那边 就是每天蝉动的那种新鲜小卷 直送现场的 所以它评价非常的好 那第二个是白鲜 白鲜到我们就是选用南美白鲜 对那除了就是大只以外 它也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脆跟甜 如果客人有时候常常都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的玉米笋 不把它剥开 可是我们想要告诉客人就是 我们就是收割之后 直接送到现场 对所以它不是冷冻的 小朋友来这里的话很安全啊 还有食材很新鲜 我们就很放心的弄给他们吃啊 对不对啊 我们这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啊 为了让每一位来到店来 消费者可以吃出他们的友心 让每一位都会特别教客 如何分辨实材 希望大家在那吃到欢喜以外 也可以吃出健康 记者新鲜林金如 露酒彩虹报导 呢